由刘诗诗、吴七龙、郑嘉颖等主演的穿越剧《步步惊心》将于9月10日在PPTV播出 PPTV隆重推出十位主创的独家专访 在剧中饰演康熙的刘松仁率先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它就是一个大家庭嘛 但是我想一个家庭尤其是在宫廷里面那么大的家族 如果你要兼顾到亲情又要兼顾到江山的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在权力斗争底下你要把皇位交到下一代的时候 然后他们下一代对这个功力上面他们要大家要斗争要争取 也很难摆平这个事情的 所以一代明军也办不好 对演戏来说没有什么难度 越是斗争越多戏越好演 最怕你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剧情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三十多年的演艺生涯 刘松仁从来没有以光头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 面对这次的剃头经历 刘松仁也是有很多话要说 剃头其实我拍那么多年戏还从来没剃过头 从小到就是这部戏都没有剃过头 所以有点慌张 不知道出来的形象怎么样 因为以前那个化妆师说我剃头不好看的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剃头 后来我们的造型师跟我说 他说你剃头其实是会很好看 那我就尝试一下 他第一下剃的时候 我弄住了 我的心情很激动的 我说停下停下停下 然后喘过气来 然后慢慢适应了 然后再剃 因为是他从中间这样 一下子这样剃上去的 所以对我的感觉很震撼的 然后卸了一会之后慢慢就习惯 慢慢就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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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剃完之后呢 他们造型就来 他说其实你的头型是好看的 那我就心心就比较大 对于刘松仁来说 这部戏中的很多主演都是年轻的后辈 跟他们在一起合作 自然会有很多趣事发生 而在拍摄的过程中 这些后辈也很照顾刘松仁 尤其是女主角刘诗诗 刘诗诗是跟我戏比较多的 然后他也很照顾 所以我跟他感情比较好 你知道我们冬天拍戏嘛 他手比较干 然后我们都会用一些hand cream 来擦手 然后我就发现 我说你用是法国的 我用是国内的 他听了之后 第二天就送我那么一大支的 那个hand cream 给我润手的 然后每一次我说 我说你的电话有一个充电器 他第二天就送一个给我 那我很感动 他很留意我 我讲的话 所以我以后我都不敢再说 我喜欢他什么 他拿了什么东西 我很喜欢的 我都不敢说了 其他演员就是 齐龙比较照顾我的 一直他就好像对我们没事都要问 有时候冷 又交代我要多穿衣服 又怎么样 整个工作气氛来说 给我一个很好的影响 因为我们这些很多人 就是我的儿子也很多 媳妇也很多 然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气氛 大家很聊得来 又很有默契 所以演出的时候 不要想象好很多 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蛮开心的 然后他们的表演 就是在现场是很集中 就是很专心 很用心 近年来 很多香港演员到内地来发展 但是或多或少 都遇到了一些不适应 刘松仁觉得自己 并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到国内拍戏 很多年了 所以我到哪里吃什么 什么条件都可以适应 我蛮喜欢吃那个男主拉面 PPTV独家报道 敬请期待步步惊心 其余主演专访